宣导前洗手防疫的重要性 许多人都会跳起洗手舞 不过你有看过古人跳洗手舞吗? 乌丰林家结合自家特色 穿上古装 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物前跳舞 而眼看疫情趋缓 乌丰林家也欢迎民众前来欣赏古籍之美 进入园区内的民众 能需做好相关的防疫工作 除了凉额温戴口罩 同时有控管入园人数 而在5月份更推出了医护人员优惠的活动 来向防疫英雄致敬 什么连古人都跳起洗手舞 一起来防疫 这种另类的冲突感 其实是乌丰林家公保地缘区 特别结合时事 跳起流行的洗手舞 不仅相当具有独特性 更强调请洗手防疫的重要性 我们这次为什么会拍这个洗手舞 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说 能够配合政府的这个政策 而且我们大家的健康 最重要的这次的防疫 最重要的真的是洗手 如何把自己的手洗干净 很多的疫情自然就会慢慢虚减 慢慢虚减 而且对我们自己的保护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次呢 在园区我们就会穿古装 然后让大家看到整个的园区的状况 受到疫情的影响 团体客参访人数锐减 乌丰林家公保地缘区表示 园区都有做好防疫的措施 不管是员工还是陆园参访的民众 都必须要戴口罩量额温消毒手部 加强公共区域的消毒 同时也控管陆园人数 要让来参观的民众 都能够安心的来一场古迹巡礼 我们园区呢都完全照 这个政府的防疫规定 量体温 然后这个酒精 然后还有人控管制 我们都是完全照这个部分 可是这个防疫期间最辛苦的 还是我们的医护人员 所以我们园区呢 就是有做这个优惠 给医护人员有优惠 所以两个人同行 我们打八折 然后古装的体验 我们打骨折 我们绝对这个支持 而且非常的感谢 我们的医护人员 很喜欢古迹 可是来这边看到的感觉 真的是跟以前 真的是有差异 主要是那个精致的程度 真的让我觉得说 真的是 真的可能要很镇静 这边来这边走一走很值得 为了体恤医护人员 在防疫期间的辛劳 园区表示 在五月份退出医护人员相关的优惠活动 两人同行八折优惠 古装体验优惠架等等 来向严守第一线的防疫英雄致敬 继续成章台中采访报导